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Yon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玩什麼 因為都獲益良多 而且我覺得 都很開心 最近 也深深感受到 原來做自己喜歡做的 是這麼愉快 加上現在我這個情況 是不會再有人 評論你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家人 從小到大不是很管我 但是在很多 人生的抉擇上 他們都會幫我做決定 但是我一直以來 都不喜歡幫我做的決定 因為我自主能力 太低了 所以經常都是 選擇做之後 我也是不開心 也都很痛苦 那我最近 就開始了 幫人做睫毛 我在香港也有接開睫毛 就過來這邊 接睫毛的方法 或者款式 跟之前接開的都不一樣 以前的牌子 就走了去學 可以 可以方面呢 那就下品牌 那就 不是那麼順利 不過 我也會繼續努力去 考牌 希望希望希望 是快點 考到牌了 在心心靈方面 我最近 就上了一個 很強勁的課程 就是 由這個 Marsary Akasana 的團隊 他們 舉行的 五日 manifestation 的 course 中文好像是 吸引力 法則 是獲益良多 可以說是 reprogram 自己 我覺得 我還有很多事情 需要去改變 去做 但是 起碼有 腦袋裡面 最差的東西 已經是 拿了出來 也都說了 我reprogram 了自己之外 就知道了很多 不知道的東西 就是 書本上沒有學過的東西 真的 有一點點 醒覺的感覺 我也都 找到 我自己的 靈魂使命 是什麼呢 我是想開 另一個頻道 去 去 實踐我學到的東西 以及幫到大家 現在呢 就調整了自己 希望是可以 一路都 堅持 做下去 以及 去 regular 地去 上載 那之後 我弄了那個 youtube channel 我就會 加上這個 description box 或者是 加在角落頭 那大家有興趣 知道我的 進步 或者大家都有很多問題 因為 心心靈 都有很多問題 想去處理的話 都可以嘗試 追蹤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我是 單親家庭長大的 雖然其實我是有後母的 但是我跟她的關係 就是從小到大都不是很好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很小時候 開始已經 就不太感受到愛 或者是 很直接的愛 因為 始終爸爸其實是 都很愛我的 但是他是一個很 傳統的男人 他不會跟你說 什麼我愛你 你也都 不懂這件事 那之後呢 中學 那時候呢 第一次拍拖 中了一個很差的 那時候就 經常都覺得 是 自己不好啊 之後覺得自己 啊 為什麼 那麼差 為什麼我不被愛啊 等等的事情 每逢一不開心 我就會 怪自己 很多 重重覆覆的 就是 富林 一路累積 去到 搶大爆發 那 那就 下條片出呢 拜拜